附录十一 位第六九八节 神奇的作品 珍对一本谈梦与实相的书的概念 珍在上周五 五月十七日早上坐在她书桌边时 第一次想到《神奇的作品》这个标题 她立即明白了这是与她这个月一开始就有的一连串不寻常的梦有关 至今这些梦已积了三十三个 而他们的数目仍几乎每晚在增加中 我在最近的注记中几乎很少提到他们 除了在第六九六及六九八节中提过 但塞斯在目前的个人资料中对他们可说的不少 这些梦有许多是相当长而复杂的 我认为他们中有些是他们那类的典范 珍自己的象征符号精彩地说明了 梦可以对非常真实的具体挑战提供洞见与解答的方式 在此 她整个的夜间冒险是非常实际的 而值得在另一个地方被进一步地研究 当珍收到那个题目之后 她立即就神奇作品的想法写了一篇直觉性的文章 而这用上了两张打字纸 当她在记述这资料时 她是在一种微微的意识改变状态 以下从她文章里的摘录 显出在她日常活动之下的统一性 因为她认为她自己的做梦经验 未知的实相 以及神奇的作品 用一些最近的例子来说 是如此的相互关联 一直于实际说来 想把它们分开是突然的 我们也看得出 在珍这个月制作神奇的作品 以及在三月里制作健康之道那本书的大纲之间的创作性联系 她也是在一种出神状态孕育及传述了后者 而就如对健康之道一样 她也不知道她是否会把神奇的作品再做下去 由神奇的作品里的摘录 创造性的表达 由其直觉性的一闪到具体的呈现 在我们的私人实相里反映出 宇宙被不断地创造之方式 神奇的作品 刚刚在平常意识之下的内在经验 包含了不同类的事件 而真的是所有创造性素材的缩板 梦的资料变成真正的方式 所涉及的过程就与宇宙本身 在我们的眼里及经验里变得客观化是一样的 宇宙是某种意识聚焦的结果 其素材及物质是由内在神奇的作品里生出来的 而我们每个人私人的神奇作品都是它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梦是如何运作的 并且容许我们自己去探索梦的层面 我们就会看到宇宙是如何形成的 宇宙是我们个人及共同的梦之集体创作 我们的世界对一些其他类的意识是一个梦的层面 那么它是多少被分享的 而能被用为一个汇合点 赛斯跨着许多这种点 而在别人个人的象征层面上 出现在他们的梦层面之中 我尚未达到梦境验之更深层面 在那儿我可以与赛斯直接碰面 在初神状态层面 我们交会但却并不碰面 赛斯珍在初神状态里的这种交会 也在梦里发生 当舒德克在那儿发生时 不过有时有一点分离 就如当我觉察到有一个赛斯在给我资料时 可是赛斯是一个古老的存在体 当它进入我的梦 那自动的交会就发生了 所以我没有分开地觉察到它 要个人的与赛斯碰面 我必须去到另一个层面 我试过一次却被吓到了 在我到达的那个地点 赛斯并不为人所知 它可能分散成几个灵性响导 那是它的实相在那个层面 会如何被诠释或显出来的样子 意识的其他族类 在不同的层面获得它们的经验 通常我们在梦境碰到这种意识 然后以错误的事件规则 去诠释它们的行动 按照我们自己的伪装系统 我们的身体只是我们意识之物质部分的焦点 我最近的梦正在给我一幅有关非物质的 内在神奇作品之画面 注意 在1964年1月15日的第16节里 我们第一次听到伪装系统这个字 赛斯是告诉我们 基本的非物质实相 是像某种变色龙式的动物 经常伪装其真正的外貌 藉由采取了每个临近森林区域 或世界的外在表象 因而这主要的活力 在我们的环境里具体地表现它自己 对我们而言 伪装在那些早期的课里 变成一个熟悉的字眼 而我们认为就赛斯的目的而言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字眼 但很奇怪的 在近年来除了偶依用之之外 赛斯大半不用它了